今天直播 因為沒時間了 哇 忙得不得了 在三藩市 昨天三個活動 早上香港館他們有個 中午有個barbecue 我參加的挺好 接著下午就和一幫民運分子 就是以前的民運分子 方正你們認識 就是被坦克錄斷了你的腳 他們又說想你支持我們那個十月份 那我就到處去 晚上有一個很大的 就是 基本上就是蕭生的觀眾 我又去講一下東西 原本蕭生打算來參加 不過可能他好像太太生日 恭喜他們 在台灣生日愉快 現在變成我們 香港人變成全球人了 以前就是我一個人在外面撲一撲 現在越來越多人在外面 英國那邊真的爆了 走到七八八 說起911 我想比較深入一點的去講一講 因為這件事我在紐約 整個過程都看得非常清楚 不是911的問題 911這個開始 這幫人的所謂概念 為什麼要用敵人的武器來破壞敵人 來毀滅的人 這一招呢 就是如果你看到《超限戰》那本書裡面 就很清楚了 所以這個概念絕對是中共的 而且呢 他們有人曾經在大陸那邊受過分析 我不是說中共 策劃的 這個策劃就是應該時間啊 什麼什麼的 就是他們 邊拉丁還有幾個 他下面幾個手下 現在都在這裡 就還沒判刑 那就是他們開始的 那這件事呢 就這個911呢 實際呢 對中共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收穫 所以Busch呢 一見到911 當然美國人民要求他要對付恐怖分子了 那中共就 楊潔篪就聰明到不得了 楊潔篪呢 就是他們Busch家裡的上客來的 他們叫他做胎的 楊潔篪的詞字就是老虎那樣的 跟老虎有關的 所以楊潔篪呢 就去到 就住在Busch家裡的 就說我們一定要 中國全力幫你們美國 來控制恐怖分子 我們有資料 我們在中東有我們的先人 我們有我們 西Busch聽到很開心 是吧 那就是整班中國的國防部的人 情報部的人 情報部的人 入住華盛頓 甚至在國務院和五角大廈裡面辦公 說幫忙啊 美國人是很好的 你建議你建議你建議你幫他忙啊 如果出了這麼大件事 你幫他忙啊 幫他想事 幫他情報那方面幫他 那他當然是很開心啊 所以呢 就是你建議你幫忙啊 你們建議你幫忙啊 你們建議你幫忙啊 你做吧 你這個做事 就是吧 你做事 啊 你的理由 你做事 啊 你做事 啊 你做事我做事 那一下子 楊潔篪說來幫忙 一下子他們就全部不當中共是敵人 當他是好朋友 直接當他是好朋友 發生了這件事 2001年發生了這件事之後 所有以前中共做的壞事暫時放在裡面 剛剛那年朱鎔競爭了入世貿 基本上 入世貿 實際入世貿就是美國同意 美國同意 我那時候就有參與 我是美國那邊的顧問 即是談判 就是美國那邊的顧問 基本上就是 朱鎔競出馬 就差不多都美國的要求 就是公平競爭 是不是全世界不准資助 現在中共做了這些不平等的事 當時全部是他答應的 是朱鎔競爭的 那中國人就很怕了 他說如果這樣答應了 我們的經濟就完蛋了 是吧 他們那時候經濟很脆弱的 以前2001年的時候 朱鎔競爭說 哎呀 那個世貿的協議是死的 我們人是生的 就是說你死得 為什麼不遵守世貿協議 如果他真的遵守協議 他沒有崛起得那麼快的 所以他就拼命所有答應的東西 比如說外國的電影可以進去 他限制到完全離譜了 外國的銀行可以有去開 基本上全部要你拍攝 當然是他作主 他是當地的 所有的書 什麼東西 社交媒體 全部說可以進去的 那個所謂的那個搜索器 那就沒有防火牆的 全部這些東西是不存在的 就是說了 答應了 說完全在世貿業務裡面 答應了不做的事情 繼續做 那變成了美國就為了 整個本來想著在太平洋 想著對付這個邪惡核心的過程 就全部轉去 對付中東 這件事就給了中共一個非常大的機會 那時候所有中共 就是我們香港那些 香港那些原本我們香港都有工廠 當然已經移了回去 全部移了回去 而且它那邊就擴大 擴大 那些美國人都繼續投資 個個都投資了 是不是? 我們香港就老早投資了 是不是? 就是我們香港就早了20年了 就80年初就大量投資 然後台灣和日本一路投資 美國人就正式是 簽了世貿之後 就是2011 911之後就大量投資 中國的公司就來美國上市 那時候一路這樣就滾了 這個很多公司去到美國上市 那時候所有的三家電信公司 三桶油 是不是? 三桶油就來美國上市了 就拿到很多錢了 那麽那個呢 實際就是中共的崛起了 那美國就大量買中國製造的東西 帶往了整個沿海 整個大陸的沿海的工業 當然啦 最受益就是廣東 廣東呀 它學了香港那套東西 就出口去美國 那當然美國為主啦 其它國家都開始大量買大陸的東西 那這個過程當中 過去的20年 那個中共那個三輛馬車 就非常的成功了 出口 是不是? 那它有錢回來之後呢 就地產 地產這個又是製造財富很厲害 是不是? 因為那些建築材料除了鋼鐵之外 全部都是大陸的大包材料 那麽變了它就可以 又可以製造很多財富 那這些建樓啊 買賣啊 這些在GDP裏面佔的份量相當大的 那接著呢 政府呢 朱鎔基就發明了 抽的那個所謂的增值稅 十幾個percent 就是實際我們有人叫它做營業稅 sales tax 那十幾個percent 那麽裡面呢 在 GREEN國內的招工 外向大陸的長大會 它 把共產黨的交通都買對 那麽它就搞了 集員 所以這個呢 整件事情呢 跟911相當有關 如果911就沒有發生了 美國就有精力管治中共 防治中共 而且還有軍兵力派在太平洋 但是當時就因為911之後 整個重心就移了去中東那邊 這個製造的後果就不得了 真的不得了 我們香港就看得很清楚 為什麼起得這麼快呢 那個城市就開始搞地鐵 地鐵很貴的 但是它就開始因為收入多了 所以就支出 所以中國的三輛馬車就起飛了 三輛馬車都是全速向前 互相補答 所以你們不要小看楊潔篪 這個很厲害的 當天他立了大功 他在Busch家裡 即是德州那邊 那個地方叫Midland Texas 我以前都去過 我70年代就去過了 就是我跟他們石油 那邊幾間石油公司有關係的 他們去到 梁潔篪在他們家裡 全部得了他們的信心 他們Busch很有趣的 他們是石油邦 美國的石油邦 所以911發生的時候 沙特阿拉伯那幾個太子 王子太子都在他們家裡 他們當然要隱隱蔽蔽 他們要走 要不然你說 你是不是通敵 因為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Buschel那些全部是沙特阿拉伯人 這組人 沙特阿拉伯 就比較是這幫人是受過幾好教育的 所以懂得怎樣去 當然他們就住在 他們就住在阿富汗 就是沙特阿拉伯人住在阿富汗 所以美國就是第一個要打阿富汗 就是這樣的過程 那個 這個 過過那20年 2001年 就一直中共在滾雪球的賺錢 那些賺錢 賺的那些是外匯 那最厲害的 我經常都跟各位說 為什麼它可以這麼厲害 影響你這麼大 它賺的外匯呢 它就放在中國人民銀行的 而那家工廠被出口 那些錢 或者上市 那些上市 它拿回來的那個外匯 就是美金 是放在中國人民銀行 中國人民銀行就是中國的中央銀行 就放在它那裡 而那個 一定要放在那裡的規矩 你知道了 那些人沒什麼所謂 大家那時候有很多外匯 覺得沒什麼問題 那那家公司呢 那家公司呢 說就說放了外匯在那裡 實際上它在那裡收到的 除了那些上市那些什麼 它那些錢全部放在它那裡 那不是很太多的人民幣 但是它們在那裡平時用的 那些多數是人民幣 在國內 變成了兩套貨幣 那時候我經常跟美國人說 談判完了 他談判完了 我說你最失察就是這件事 你給它一個國家擁有兩套貨幣 但是這件事呢 它可以拿你那套外匯做什麼都可以的 那套東西呢 譬如這麼多公司那時候 有很多公司上市 香港也上市 在香港 香港都是外匯的 用港幣來那些 它收港幣的 又給了中國人民銀行 中國人民銀行 在美國上市 出口的東西 全世界出口的東西 全部收外匯 那些錢全部去了哪裡 全部去了中國人民銀行 你看看在人民幣上面寫著 說中央人民銀行 那它就有巨額巨額的外匯 而在國內那些人寫的 全部是人民幣 我那時候跟美國那個貿易 跟他們中央情報局 因為他們負責提供情報 給那個所謂貿易談判的那個代表 我就說你們搞錯了 你們真的 你這樣搞到中共可以做很多很多手腳 在貨幣那方面 因為它變成了中共 中國共產黨 控制了這些所有的外匯 而且這個外匯不斷地進來 不斷地進來 而人民呢 就全部在這裡 在洗人民幣的 變成兩套貨幣 你今天跟美國做生意不是吧 你直接給美金錢給美國 美國就進了私人袋 或者進了公司 他們的戶口裡面全部都是美金 等於我們香港一樣 我們香港收到美金之後 就有公司帳 有私人帳 那些外匯 可能匯豐就拿了一些 但是基本上就是這麼多了 中共就收了所有 現在說的過去那20年 過去那20年差不多20萬億 20萬億 裡面包含了很多東西的 中國在外國賺的錢 我們實際上很多中國外勞 那邊賺了錢就回來了 這個一點都不少的 這筆錢的一點都不少 出口 出口的貨幣 破品賣了錢 又回到銀行 那些銀行你知道 大陸的銀行 所有都是要聽人民銀行的話的 你一不聽的話 根本就不用搞了 跟著呢 IPO 不僅在美國IPO 香港IPO好像大大都飛起來了 香港IPO全世界的人 換了港幣來買的 借錢給中共 那些叫做債券 發債給中共 儲置它的錢 就外匯豬籠入水 這個就是中共最惡的根源 它還很多 它差很多 它就在那裡 涉及典錢 香港衣服 還有一點 它就是 中共在那裡 就是一直都要 自於全民 sagen 我們不是在那裡 都要抑制 自己是在那裡 就算在那裡 那我希望 如果你說 他說 Election 他說 就全部去傾向和他做事 他們看到中國這樣增長 實際上就賺了很多外匯 中國的薪金便宜 地便宜 管理人員的工資低 而且那些所謂裝備的技術 做那些普通的產品 普通的家用產品 沒問題 我們的那些工程師 中共的工程師以前漏了那些 有幾個郵送過來香港都搞到 搞到風生水氣了 那你叫他在大陸有了資本 大陸的銀行開始放水了 借人民幣給他們 當然了 有拼命起廠 拼命買設備 大量出行 那這些東西中國人民這方面是很厲害的 很厲害的 真是紅了這麼久 在共產黨領導下 叫他做什麼 開始三十年了 五零年代 六零年代 七零年代 窮了三十年 那當然是拼命了 拼命了 想改良生活 窮到你沒有想像的 是意識住行 我都沒有眼看的 但是從這個開始 他就開始改變了 所謂的鄧小平那套改革開放 就發揮了非常大的作用 這個是事實 我們開始也不太相信 是不是這麼快可以崛起的 這是一個奇蹟來的 這個就是中國勞動人民製造的奇蹟 你放棄了 自己放棄 一個的米車跟共產黨 當然是香港 大家放棄的 然後 幫你扔灌喔 但是 它的反撲 他們也放棄那些反撲 都是民主力的 那些黨員 沒有人去做事的 那個這樣的工廠裡面沒有黨員的 那些這樣的工廠裡面沒有黨員的 那些是要安全的 要安全的 它會撈一半 或者那些人做廠局 去那裡有些股份 或者你蓋樓 它又要你送幾櫃給它 這樣 但是在那個所謂真是崛起 它們只有摩承 共產黨員只有摩承 就沒有貢獻的 還有那時候用了鄧小平的那套就沒有管 沒有管 就是沒有去管理 沒有去搞 胡錦濤說的 沒去折騰 沒去折騰那些人民 那讓人民就可以自由發揮 全世界飛 就做生意 這個是很關鍵的 記得共產黨有杜瑪說崛起它 所以習近平根本就是傻傻的 他以為是做中共的制度 令到大陸崛起 根本就不是 就是因為鄧小平叫他們不要管 等一批人才富起來 那才有機會讓中共崛起 這個就是一個這樣的過程 我就最清楚了 因為我兩天飛 我就走 那時候 96年開始就住在紐約住了10年 但是我住在那裡的過程當中 我差不多一個月飛一次過來大陸和香港 我的親戚在香港 是不是? 小孩在香港 每個月都飛了10年 那時候就對那個事情明白都不得了 而且所有那幫高的官員 尤其是那幫銀行家 大陸那幫銀行家 一定要來美國拿一張沙紙的 而且那些太太來美國做購物 買了東西 手袋回去送人的 那些全部他們那一套 他們有一套制度 那那幫人就來美國 哥倫比 哈佛 就拿一張沙紙 又說他讀過了 紐約當然很重要 是不是? 又說現在什麼什麼 他們當然來 他們來到很多時候就是我負責接待的 沒有東西做 我有時候的公司在新澤西 那些全部都是科家來的 有40多個PhD在這裡做3G、4G的研究專利的 那我就住在曼哈頓 就招呼他們那幫人 那我就跟他們談很多事情 就認識這家經濟了 就對這個情況是比較了解的 那這幫人呢 又窮到洞 就開始發了 而且就開始貪污了 那些錢就豬籠入水了 那幫人 關於他們貪污的錢也是豬籠入水 那整件事就是這樣的一個崛起 然後中共拿著那筆錢 就周圍在這裡賄賂啊 滲透啊 那開始做這些事情 因為有錢他就開始打算進去 進去滲透 開始做美國工作 那這個呢 開頭就是很容易的 因為看到美國給他這麼多好處嘛 他們學校的任他們喝 學校的任會喝 日日下他們就學識了賄賂那些長青學 怎麼賄賂呢? 請他們的教授回去 回大陸 那那裡當然搞定他了 然後捐錢 捐錢給那些長青大學呢 就讓他們的小朋友可以學到最好的學校 所以香港人不是入到好好的學校 被他們霸了那些位置 那全部呢 就在長青大學裡面就讀書 拿到學位之後呢 就去到華爾街做事 華爾街是不是當請你 實際就是 實際就是接受了賄賂 他請了你之後 那些官呢 北京的官就給他們生意 給華爾街的那些投資民航生意 那他們就賣錢了 那他們有沒有所謂 讓你的科技 那個科技就是那個 實際就是幫他們拿生意回來 幫他們在大陸拿生意回來 那些投行 所以他們很喜歡請那些 特別喜歡請那些高個人子彈 高個人子彈也是 又說托人士 實際就是威威威 就是大陸的那些項目呢 因為他這樣做就給了他們 給了他們做 就是那些項目 就是誰上市 你知道那時候 國營企業上市 不得了 只是那幾家銀行 只是那幾家大陸的銀行 你知道那些銀行原本就是一頭盤 2000年的時候一頭盤 那朱鎔基呢 拿他們的債的 那些不良資產 就是不良的 就是人家獻了近期 寫張字條 那些大股寫張字條就給錢了 那他拿他的錢呢 就全部那些不良資產呢 就拿走 拿走香港那家 那七家大陸 拿走之後呢 就成立了四家公司 就用來管理這些不良資產 那管理呢 那我其中有一家好色的 就是有些貪污貪到不清楚了 那個什麼 現在窗閉了那個 那個叫做賴什麼 賴小民 那個就是那家 貪到不清楚了 但是呢 有一兩家是做得相當好的 相當好的 就是一家叫盛大 在上海的 那他們呢 拿走這些不良資產之後 怎知道過幾年呢 它裡面多數是地來的 地和廠房這些東西來的 那些地值錢嘛 怎知道過了 過了過了幾年 哇 那些不良資產就變成 一憂良都離了大譜 又是 嘩 漲價 漲價 漲價幾百倍 整千倍這麼像 那些地 因為共產黨原本給你那幅地 就是沒有計價的 在工廠那個 比如在那個企業裡面 那幅地是零的 是零價值的 那它以為沒有辦法啦 那個企業過了產 那不良資產就被人接管了 被那四家公司接管了 我們說 哦 怎麼會有零呢 就不知道變成了多少倍 而且那時候呢 那些工廠呢 大陸不管的工廠是市主心的嘛 污染的時候頭盹啦 當然是 但是呢 市主心就最值錢啦 是吧 這樣 那些市友擴大 總之 就是 那些四家公司呢 有一家真的沒有貪戶 那家的那個老闆我最熟了 他以前在上海叫做成大很出名的 這個人真是老實 真是老實 而且都是共產黨員 但是很明白西方的東西 也是由美國讀完書回去的 但是是黨員的 搞得非常好 所以上海真的有規範 那些人比較懂得 比較守規矩 所以他那間成大就拿上海的不良資產 你知道上海後期就啵啵啵啵了 第二年鄧小平給他自己搞之後 上海那個人就折了 那間公司後來就不得了 在整個中國不得了 整個就是一個不良資產 變成了罪良資產 變成了價值大到不得了 這個就是我們那時候開頭都開始說 為什麼這樣崛起法的 所以我們在美國每次回到大陸都問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真的 它崛起是真的 但是記住是兩套錢 那套給共產黨控制的那套外匯呢 就是它對付全世界的那些罪惡中心 現在美國是一個多的 所以中國是很大的 台北都是白爲的 所以這次人也對大陸都看見了 那麽是這樣的 要是香港的 但是大家那個有時 南華沙的東西也對沒有 我們與蘿蘆蘭的這幾年 兩個人來的 開會都會搞成 起碼是一個月 還要辦了 它不准個人行動的 一定要集體活動 變成你防住我 我防住你 它派人們去外國 都是我盯著你 你盯著我 大家之間有矛盾的 它特地要有矛盾 有矛盾之有人監控 等於我們海外那種 你做生意 我做合數師 它的思維一樣 那變成他們派人出去 就是不拖不水 我就是一個人 你看到我現在也是一個人飛的 我一聲飛到去 跟人一談 什麼價錢 簽了一張框架協議 簽了框架協議之後 定了一個價錢 實際上我和我一個人談 一個人談 你多少好處 做成多還要給他多少好處 就是他賣家 我都給他好處 然後我拿著框架協議 是有法律效用的 就是有法律師寫的 然後我飛回來大陸 就跟他那個真的買主 真家的買主 真那個買家 就跟他談談 沒有了 那裡已經預料了 誰有多少多少 包括我自己 有多少 然後他就找銀行 他們再派一個團隊 或者叫外國過來 或者他們派一個團隊出去 然後就去跟他叫做closing closing 就是叫做交國 普通話叫交國 就是國國那個 切國那個交國 就closing了 他們的中文的closing叫做交國 交國那個時候是多數在香港發生的 就誰 他們那筆錢去 去到哪筆錢 就是去到律師樓全部跟你分散 誰應該 誰應該分散 五分鐘 一單三二分鐘成差不多 十分都不足其的 那些銀行 錢給大陸的企業買 他們就有好處 是吧 企業裏面那些所謂負責人 也有好處 是吧 那邊 非洲的那些官員有好處 是吧 買出來的加價是主要的那筆錢 其他中間人都可以分散 一口氣就搞定了 就等於香港買樓一樣 一一closing 大家兩筆錢就分散了 經紀 全部搞定了 這個呢 非常之成功 整個非洲就是它的 什麼叫做薩製殖民地